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 2024年全国两会立足新方位 描绘新蓝图 聚焦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局面 两会期间审议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港澳部分时 报告指出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的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积极参与越港澳大南区建设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稳定繁荣 香港各界表示 报告内容鼓舞人心 提振士气 充分体现中央政府 对港澳的深切关怀 和大力支持 对一国两制实践 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两会汇聚了 各方的智慧与力量 是一次团结 民主 务实 奋进的大会 各界指出 目前香港正处于 油炙及新的新局面 不但有香港国安法 这一定还神针 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 比亦启动 国家安全 香港社会稳定 得到充分保障 接下来 要聚焦经济民生方面 把发展经济 提升国际竞争力 作为重中之重 群力以赴拼经济 增强发展动能 致力破解结果性矛盾 和深圳思问题 切实排解民生悠难 提升民生福祉 各界相信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的带领下 定能充分把握好 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带一路 倡议等国家战略 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提升国际竞争力 更好的服务 现代化强国建设